那你怎么看台湾可能 这个七八十天之后 这场选举就会迎接一个新的国家领导人 那新的政权 那如果赖清德当选 赖现在相对领先 他可能就打破一个魔咒 就是两任一个政党轮替的魔咒 那假设不是赖清德当选的话 台面上有你的朋友郭台铭 台面上有侯友宜有柯文哲 那他们之中不管谁 成为最后的当选人跟领导人 你会希望这个领导人 除了用20年的长远的眼光来领导台湾 你还期待什么 我个人认为当然就是说 台湾在未来 我们如何为下一代 打造一个优质的进步的国家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台湾既然下一个市场 看的是全球 那你就是变成是全球的台湾 如果你把你的市场定义在中国 当然当然就是中国的台湾 所以定位是全世界的台湾 你把市场定义在东南亚 你就东南亚的台湾 把市场定义在日本 就是日本的台湾 这个是最简单的逻辑 所以你过去我们把市场定义在中国 所以ECFA对我们来讲 很多人就哀哀叫 当你把市场定义在全球 什么法都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是基于风险的分散 但是我们新的领导人 不管是谁 我们都希望他是为下一代的发展 而不是为他 下一次选举 这一次下一次选举做什么事 好好好 对 就是有权力的人要想的是下一代 而不是下一次选举 对对对 好好 这个讲得很好 很多的人想的就是 这一次要赢 下一次要赢 对 所以不是为选举服务 应该不是 他的格局要到这样子 如果他的格局 不是要带领台湾人到全球去 这个可以让台湾的人 在全球更有地位 让台湾人更有竞争力 那我觉得你总是一时拿到的这个权位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将来的历史 四年也是会到 将来那个历史会怎么写 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